大白在这边舒服的 不想走了 不想上门了 不想上来了 过来大白 我们走了 走了 你飞得要 来快上车 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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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快来 走啦 这里舒服 不想走啦 来快来 快来 快来 跳 1 2 3 跳 跳 跳 快 很苦 在这里舒服的 不想走了 太安静 我们又到了一个 往车厂家 到这边来看车 他们家的车型还是比较多的 双拓展也有 也有的直接看 我们就直接的来看车 造型都是挺一致的 先看一款双拓展的车 看一下他家的风格 比较的清新 清凉 直接先上车看一下 拓的声音还是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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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因为他有那个橡胶一直在摩擦 一直在摩擦 而且导轨 它导轨是进口的吗 我们的拓展机构是进口的 进口的 进口的是有三条刚刚是吧 进口的 一边两个 一边两个是吧 对 双拓展的布局都是差不多的 洗衣机也是2.5的还是3公斤 一般人吃起来我们展桌上面都是可以2.5的 颜色有点分 颜色稍微升了一些 颜色可以选的 颜色可以选的 看一下卫生件 那边贴心的弄了一个伐手 扶一扶 我们用的是12000瓦的 12000瓦 就是柴油软分一体积 它这个软分又单独 又单独是你的 它装的不是像这辆车装的不是一体积 它短分又三度的 但卫生件是两些瓦的 车上弄了两个柴软没 就一个 就一个是柴软 一个柴油暖气 一个柴油热水 对 就是这个区别 对 他们厂房里还有好多车型 有一款单拓展竖床的 单拓展竖床的还是很少见的 这款的布局的话 就是比较清新一点 简约一点 适合一点年轻人的 它这个格局也很特别 这个格局它就是一个竖床的格局 竖床的格局的话 在单拓上面是很少见的 这后面是弄的一个沙发 它是一个床来的 沙发也可以做成一个卡座 他们应该 本来有一款是这样竖床的 那款卖了 对 只有这个 这个是拼的 这个的话要弄下来拼一下 这个太麻烦了 不过的话就像这种 做的话可能会比较舒服一些 你可以选择在这里 做一会 对 也可以在卡座里面这边玩一玩 看这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好像 座子也比较大一点 这款最吸引的就是这个布局 不是像那种后置床的 或者是沙发床的 是直接弄一个床的空间在这里的 整体看起来的话 做成树床 感觉这个空间感要更好一些 对 直接是一张床可能还好一点 嗯 没有东西在这边挡住了 但是它的 它床不是特别大 如果能舒床 这个床的话 这个床也就宽度只有一米 一米左右吧 一米一 总共车是两米四的宽度 两米四的宽度 相当于卫生间和床 是平分它这个宽度 嗯 比如说现在就是床是一米一了 卫生间就是一米三 嗯 对对 我可以一米一也好 一米一也好 其他卫生间的宽度是不会写小 啊 车身的宽度是两米四是吧 对对对 啊 那车身也蛮宽的 两米四 嗯 这边弄的一个 看好看衣柜 衣柜下面是冰箱 冰箱就小了 冰箱如果想要大的话 还可以 对 有空间 有空间 整体的冰箱 都是留了空间 可以稍微修改一下的 嗯 可以是冰箱床 嗯 要是直接拖一张床 出去会怎么样 哈哈 就是一上门 就是看到是一张床 然后呢 把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再弄成一个 环形的沙发 对吧 就是感觉隐私 不怎么好 对呀 如果是你自己玩 但是你知道 好多人 你不管停在营地也好 好多人会上来参观一下 嗯 但是你 但是你也不好拒绝 你也不好拒绝 我们国内的设计的话 就是要隐私一点 嗯 这个体制是好 没有国外设计的那么大胆 哈哈哈 你看这种我们带一个狗的话 就是空间也比较大了 空间够大了 最主要是我在这里还可以 还可以那啥 还可以做做运动啥的 哈哈哈 对吧 空间比较大一次 可以在车里做 像那些 你现在这边铺过去铺垫 连他车里面坐着一下 完全不影响 完全不影响 这里面的布局倒是挺好的 看一下外面的储物空间 还能弄一个抽拉室的这个 抽拉室造台 这个抽拉造台是 那每次只要打开这个吗 对 打开这个才行 打开这个的话有点 有点大了 因为它应该设计成那种 可以直接在外面抽拉的 这边是大厂那边是小厂 都是关东式的 开这个轨道 这个轨道是两条的 这个轨道是进口的吗 进口的 怎么跟国产的一样 一样宽 一样不是 跟国产有什么区别 看起来好像 你看不出来 你看不出来 你看 这些东西 你看人家是纽国镜 我也是纽国镜 就是它纽国镜的强度不一样 它就是影响到使用寿命 而且电机是在里面 你还是看不着 你这个拓展的话能用多久 拓展的话 首先第一点你要是 像您 竟然出去玩 首先第一点你要是注装保养 里面沙子什么时候 其实它 它使用寿命 就是5年之后 因为它一直在磨损 我讲的是 我讲的使用寿命是指导轨的导轨的寿命 不包含其他的 因为像你说还密份橡胶 因为它是一套系统 不是说你一个导轨的橡胶 橡胶你其实制作两年你就要更换 你会老化 橡胶的话也是 橡胶的话就是两年要更换一次 对对对 要不然就会漏风漏雨吗 那像这样老化了之后 你肯定要试制到漏风漏雨 漏水的问题 嗯 然后就是像刀鬼 刀鬼 你去新疆那边去肯定分纱大 你要经常庆理 像这种时候卡上去 这个小分纱小石子 你卡上去之后 肯定用小刷子把它刷一下 嗯 这是一个小刷子 像是这个鬼 对对对 其实这个透胆买回来 就是得要保养一下 对对对 要很清晰很精适 刚刚我们在这个车间里面 看到一款单拓 竖床的这个款式 我觉得这个款式设计的也比较新颖 你看它的卫生间设计的也比较大 那个吐出去呢 也还是可以的 尤其是那个竖床 它那个竖床竖出去的空间 我觉得整车的空间的话 和这个双透胆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了 因为这个双透胆 它也只是说多一个后拓床而已 我觉得会不会这种更适合我们呢 不过它它也有缺点了 它那个竖床是沙发拼接而成的 它不是一体式的 而且它那个床也比较小 只有一米差不多吧 应该就一米 两个人睡的话是有点局促 是吧 当然了 感觉不是特别适合 当然了 它有它的优势嘛 对吧 它的价格相当于双透胆的话 要便宜不少 它这款单透胆的价格呢 是45 一般双透胆价格都要达到 差不多50 50亿这样子嘛 对不对 所以说价格上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配置方面都差不多 这个水的话是150升 电的话也就个200安时 都得是重新自己加装的 有很多网友建议我们不要买双透胆的车型 说每天铺床什么的都会很麻烦的 今天我们就看到了单拓竖床的设计布局 大家觉得这个款式怎么样 会不会比双透胆更合理更方便一些呢 反正也可以把它列入到我们这个参考范围内吧 我觉得多一些款式多一些选择嘛 嗯